Hello,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鲤鱼 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玩一款游戏名叫做Kindergarten幼儿园 那么这款游戏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幼儿园里面的孩子 慢慢去发现幼儿园潜在的一些黑暗的秘密 我们可以看一下帮助 学校的一天分为五个不同的阶段 操场、晨间、午餐、课间休息以及表演秀 大多数角色都想在一天中做些什么 试着帮助每一个人 完成某些角色的所有人物将解锁其特殊物品 特殊物品可以无限次重复使用 每天和前一天都一模一样 永远都是星期一 只有钱和特殊物品可以保留到下一天 决策会根据你携带的物品和在一天中做的决定 而对你有不同的反应 也就是说会出现不同结局 然后下面这是物品栏 左下角是带着金钱 苹果代表着你能在一个房间里进行多少动作 也可以按回车全部都换成钱 那么今天先来玩CINDY线路 首先我们有个存钱罐 我们先带上3块1毛钱 为什么要带3块1呢 我们准备好在幼儿园开始新的一天了吗 好的带3块1 就会触发这个巴格斯来抢我钱 这个巴格斯就跟狗一样 闻到了钱的味道 某人口袋里起码装了3块钱 嗨小子 你深深有钱吗 好的 太好了 给一半给我 不然我就踢爆你的空脑壳 我之前选的是没门 听着小子我没空跟你纠缠交出来 自己去挣钱吧 不给你 别说我没警告过你 一直很纳闷 人家现在就看着吗 这是幼儿园呢 都发生暴力事件 老师都不管 所以你知道这个幼儿园 有多么的黑暗了吧 我这次给他一半 来给你钱了 好 然后我们去告老师 老师老师他抢我钱了 一般老师都会说 把钱还给他 看看这个老师怎么做 巴克斯偷了我的钱 他真的那么做了吗 有意思 我跟你谈个交易 巴克斯是个导弹鬼 他很狂躁 对他人呢 是个威胁 你要是愿意过去挑战他 我会重重奖赏你 看看这是什么老师 这么做不犯法吗 果须也不全是 如果你能够开始孩子们的地下黑拳 这个风险还是值得的 那他要是打死我呢 有利于树立形象 What 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我给你个金星 金星谁不喜欢吗 对不对 好吧 围观吃瓜小孩子 我最有爱了 去把金星推他一下 等他还手 你就喊我 我马上制止 这个老师非常喜欢孩子们打架 来吧 你想干嘛蠢货 我可不会把钱还给你的 趁我揍你之前 快滚 揍我也不会让你爸回来 我爸会回来的 他只是去商店买烟来 你快滚 不然我就揍的 连我爸都会为我感到骄傲 这是什么理由啊 他永远都不会为你感到骄傲 他会的 如果你再不滚 我就杀了你 哇我好怕呀 死亡也不赖嘛 好吧这是你自找的 喊老师了 老师老师他打人了 巴格斯 干啥呢 你竟然无缘无故动手 我收够了 我要抓你到校长室 让他听你宣 不要啊 是他先惹我的 他是骗的 他说我爸永远不回来了 他说的是事实 有这么打击孩子吗 他说的是事实 而且你又不用回来这了 自己乖乖去校长室吧 否则我让清洁工抓你过去 清洁工抓你过去 可想而知这个学校的清洁工是什么人你们也应该知道了 但是 快去 愚蠢的二五仔 你要是没出卖我 我们可能会成为好朋友的 这个皇字很重要 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会有其他线路跟他成为好朋友啊 今儿个老师真压真开心 终于干掉那个怪腿了 这是你应得的金星 谢了 你这么一说 我倒是想起来了 杰罗姆自以为老爸是校长就目中无人 要不我安排一下他去见见校长 也许我们可以做得到 要的就是这股精神 清晨时间来过来找我 我会教你怎么做 倒是见 这个老师真的是想一切办法想干掉这里的学生 来找我们的辛迪说话 辛迪你好啊 小伙子你好呀 我叫辛迪 想做我的男朋友吗 没问题 这才像话 我们一定会成为校内的模范情侣的 不过首先我需要你帮我做些事 什么样的小萌 你看到那边那个女孩了吗 那是莉莉 她是我见过最丑最恶心的女孩了 我让你在早读结束前 把这个口香糖 连进她头发里明白了吗 明白 好看着她就像甩了我的 她哥哥一样 找到报应一定是绝景 爸好好来找我吧 她哥哥 她哥哥怎么了呢 你难道没听说吗 她失踪了 她失踪的消息都盖过我的狗 饼干失踪的消息了 看来大家都只关心她 不关心我 你的狗也失踪了吗 是啊 我把她带到了展示课上 但是清洁工说 不许带狗就把她带走了 不过她好像逃走了 谁都没能找到 那我直接帮你找狗吧 嗯有趣 我的确很想饼干 但问题是 我到底是更爱饼干呢 还是更恨莉莉呢 你这是什么选项啊 那你更爱饼干 嗯不对 我还是更恨莉莉 神经病啊 没错 莉莉的确很可恨 她的存在都让我感到作恶 快点去这么做吧 那就这样吧 没错 我们走的就是这个心理线 要讨好的 所以说呢 一定要把这个口腔囊 粘在莉莉的身上 还剩一个行动点 来这边有清洁工 我们跟她搭搭话 咋样啊孩子 别管我这老清洁工了 我只管拖你们被弄脏的地面 傻的 拖地拖地拖地 嗯 这是一把拖把 哦 他就是那样的 把过道我打扫一下的啊 你小的要是不跑 我亲自把你的血 从上面擦掉 赶紧滚啊 这个清洁工一看就是杀人猛啊 消耗一个苹果啊 进入下一个区域 好了 新的一天开始了 去上课吧 啊进去 孩子们早上好 你们可以去选择一位伙伴 或者自己孤独一个人 只要你处在最佳状态 一切都没问题 哎我得找一个成间伙伴啊 直接去找莉莉 把口腔囊 粘在她身上 哎把口腔囊放在莉莉头发里 你刚才是不是没错 就是你 你怎么这个样子 你给我一边呆着去 哭了 啊然后我们去找这个 然后我们去找Cindy 啊 你做到了 我的天哪 你真的做到了 他哭了吗 他哭了吗 他哭了 太好了 我太开心了 现在你既是我的早途搭档 又是我的男朋友了 现在做我的男朋友 我允许你陪我玩郭家甲 好吧 在开始之前呢 你就把自己洗干净了 我的男友可不能流血 流到我身上来 啊赶紧到卫生间 冲干净去 我会在玩具屋旁边等你的 耶我们现在又要去厕所 哎但是老师不让啊 好吧 那我能上厕所吗 嗯 我不知道 我要是不让你去呢 啊 请问我能上厕所吗 当然 问的方式正确了就可以 给我通行证 谢谢 看到了吗 这个幼儿园 你想上厕所 必须得有通行证 啊 这是个小混混 挡住了我 其实是个管理员呢 没有大腾通行证 不放心 哎给你 啊好吧 你可以通过 但是卫生间后面就别想去了 啊 这很公平 果然的卫生间后面就不让我去了 来我 我去这个厕所啊 哎到这里洗下脸 这水槽 哎 洗掉血 这个血呢 那就是跟巴克斯打架的时候留下的 好的 让我们返回吧 你回来了 我就拿回厕所通行证了 回去享受晨间时光吧 嗯 那通行证给你 然后我们接下来来找这个心底 玩过家家 欢迎回家老公 但愿你没有工作的太累 因为今晚你得做晚饭 遵命亲爱的 然后你得 你又喝酒了吗 没有甜心 我只是累了 当然了 你总是很累 那你一定不介意对这个吹口气吧 那是酒精测试仪吗 没错 如果你测出了0.01 我就要通知你的保证人 我愿意接受测试 很好 吹气 0.32 你完全喝醉了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你说你会借酒的 你连你自己都照顾不好 你怎么能当一个好父亲呢 嗯 好父亲 我 嗯 当你在监狱的时候 这 这大概已经不是你的孩子 我很抱歉 我像我自己也有问题 你背着我搞外日 只有一次我孤身一人 他陪着我而你不在 我不知道该怎么过下去 你千万别生气 我们可以和好 我仍然爱你 因为我们走的是他的这个线路 所以说 我们得讨好他 我们可以和好 你真的这么想 不 你这肮脏 选第一个吧 是的 哎呦 除了熏牛你人倒是不错嘛 那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呢 留着 哎呀 你真是个好人 谢谢你 没问题 哎呀 好久没玩这么有意思的过家家了 你一定会成为模范男友的 来陪我吃午饭吧 嗯 棒极了 到时间 没问题 好了 孩子们 午饭响了 快去餐厅吃一顿营养富货大餐吧 听说今天有干水哦 真刺激 干水是喂猪的 到食堂了 来管这个大妈 这大妈看着都吓人 真的 来 要点吃的 来跟这个Cindy一起吃午餐 谢谢谢谢 不够再拿 谁愿意吃你这个大便呢 来 嗨男朋友 我帮你留了位置 去拿点吃的 来跟我坐一起吧 我有粥 吃粥 他想吃素食了 我们得给他买点素食 好的 我会试试看 这个时候我们任务更新了 就要找这个 我们的小Mondy 这个小商店员 来买点东西 我买这个沙拉 好的 红椒 来来来来 老婆老婆老婆 老婆给你买这个沙拉了 来吃沙拉吧 真恶心 真恶心 我为什么要自讨苦吃 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自讨苦吃 哇 你是我见过最新链有素的男孩 我应该在休息的时候 让你做点什么事 嗯 我想到了 什么 我真喜欢莉莉带着那个口腔躺的样子 但或许我们可以换个别的东西 你是什么意思 杰龙母跟我说 清洁宫的房间里有各种恶心的东西 我在想能不能找点什么给莉莉 他不是把他锁着了吗 这个你不用担心 看看我有什么 你有钥匙 对 女孩子总有办法 我要去贿赂那个食堂大妈 好让你靠近那个恶心的房间 走廊的纠差队怎么办呢 哦 那个家伙 他会去厕所里抽根烟 只要你别进厕所 就没有问题了 那我就不要进厕所 午餐结束的时候 所以里面的时候注意铃声 铃响之后 清洁宫很快就会回来 所以说你得尽快离开 等我一分钟 这个只要海上一个苹果的时候 出去就不会被清洁宫搞死 好 动手 动手 快去贿赂大妈 小小年纪 这么小的孩子就知道去贿赂 真的 这个优人 快去快回 来来来 出去出去 出去 走 然后清洁宫的房间 应该是厕所旁边的这个 这条路通向清洁宫的房间 打开门锁 哇 哎呦 你看 你看那个清洁宫的这里面 一看就是 肯定是杀过人 知道吗 要不不可能是这个样子 那个袋子里 估计现在还装着尸体呢 来 我们把这个鞋筒拿走啊 来 拿走筒 哇 拉铃了 如果 我现在还剩一个苹果 如果说我再偷点东西 比如说这个左下角啊 有钱 看到没有 我要 我要 还要 我要拿走的话 我就真的被清洁宫干死了 啊 我们现在赶紧出去 来 返回食堂 啊 别的还休息了 你也去吧 嗯 然后我们现在到达了这个游戏区域了 哎 接下来呢 去找我们这个 Cindy 哎 Cindy 你看我给你带来什么了 给你带来什么了 嗯 拿到什么了 呃 这个桶里啊 它装满了血 我的天哪 这太完美了 太恶心了 这谁的血呀 算了 我也不想知道 啊 我也是 你简直是最棒的 赶紧爬到上面去吧 我去叫他过来 我马上就要到位了 我的天哪 谁的血 无所谓 你们不想想 为什么游戏员有血桶吗 莉莉快过来 我给你看些东西 Cindy 能不能别再骚扰我 你有完没完 很烦哪 我才不是骚扰你呢 我只是想跟你做朋友 你过来一下子嘛 好吧 有什么东西看 然后呢 然后我们现在就要抉择 是在Cindy上面 交一通血桶 还是在莉莉上面 交通血桶 鉴于我们在玩这个Cindy线 所以说往莉莉上面 交通 哇 哈哈 哦 你又住啊 你和你可爱的男友 又来搞我了 我受够了 你们长久以来 一直在捉弄我 别这样嘛 我只是觉得 我能帮你提高 生活质量 你太王八蛋了 我不能忍了 哎呀 他走到这个洞的旁边了 后会无期 残酷的世界 哇 哇 死一个人了 死一个人了 哇 好深的矿洞 你说他死没死 算了 管我屁事 你快下来吧 管我屁事 嗯 没毛病 真是太棒了 我现在十分开心 收下这朵如同我一般美丽的花吧 天哪 太恶心了 这样我的一部分就能永远和你在一起了 收下心底的花 我的天有谁看见莉莉了 我到处找不到她 老师着急了 那集见到他们去哪里 那集知道 那集你闭嘴 你什么都没看见 那集我对天发誓 莉莉要是掉进了你妈的那个矿洞 我绝对要把你推去陪葬 那集不会让老师得偿所愿的 那集绝对不会坐以待毙 然后呢 哎呦我靠 哇 那个洞好深啊 身不见底 我得找千秋公搬个梯子来救他们 身不见底 还要去救他们 啊 清洁公先生 哎呀妈 来呀来了 干啥 发生啥事了呀 汝瑶女士 我名字是Uppergetter 是这样的 我的两位学生被坑进坑里了 你是想要把其余的学生也推坑里吗 不是我是要把你把坑里的学生救出来 救出来你能办到吗 哦哦 这样啊 这样会少很多乐趣 这样会少很多乐趣 我可以做得到 但是要花一段时间 你先还把没掉坑里的学生带回教室吧 免得我混淆了 好的孩子们 我们今天的休息时间到这就结束了 快回课室开始表演秀吧 希望大家在休息时间都过得一块 现在是表演秀了 那么每一关呢 每一局呢 都有这样一个环节 我们这次呢 得表演出这个 Cindy给我的花 来表达这个爱情 我为什么一开始要杀死那个巴格斯呢 因为我如果不杀死她的话 因为她喜欢Cindy 我跟她就会成为情敌 她会当场打死我 所以说只能这样 才不无聊呢 我送给她是因为她当了我一整天的好男友 信我这真的很无聊 我们就直接跳过你 让其他人来展示有趣的东西吧 好的下一个轮到谁 OK 那么今天表演秀 大家都非常棒 铃声响了 明天再见 耶 这个Cindy线完结了 你在展示课上展示她的花太贴心了 你的确是我教过的最棒男友 留着她吧 不错 明天见咯 到时间 结束一天 然后获得了Cindy的花朵 这个Cindy的花朵呢 会解锁之后呢 保存在我们的那个主页面上 星期一又是星期一 然后保存在这个主页面之后呢 我们想要达成别的线路的话 会需要在这个时候就先带一些东西过去 然后来达成一些东西 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 已经展示了这个Cindy线的这个玩法 我是Live S 就是保存微笑 tomorrow everything will be fine